- 股市夢想家帶你當贏家 大家好 我是孟辰 歡迎收看股市夢想家的節目 那今天是1月17號 也是台股虎年最後一天的交易日 當然現在跟大家講說 要不要留股票過年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現在最重要的是 大家開始怎樣 開心的過新年 不要想太多 不用在過年的期間 一直盯著美國股市 歐洲股市來看 因為那個已經不重要了 那個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還是說 整個行情在兔年 它會怎麼樣的走 甚至它未來格局上面 我們要怎麼去掌握 這個我都會在節目當中 好好的來去說明 當然最後一天的交易日 又遇到美國股市修飾 台北股票市場 今天的震盪幅度 就變得非常的小 對不對 重點還是在於成交量的部分 今天的量又縮到了1506億元 就是一個低量整理的一個位置 那這種低量整理 它也不是壞事 你就等未來量出來之後 它自然就會再怎樣 補量來去做攻擊 那即使在這麼低量的水準底下 我們也要恭喜一下會員 今天我們的華景電 供上亮燈漲停 那很特別 你說這種股票是不是整理一下 當時跟大家談的 底部位階形態成形 缺口出現以後 整理一下 今天又亮燈漲停 壯性高了 那這張股票 我當時怎麼講的 然後我看到了什麼樣的機會點 我們再來慢慢聊 那當然你說華景電的上漲 是不是代表一個訊號 其實這個訊號很明確 我之前也跟大家聊過對不對 台北股票市場 最重要的一家公司是誰 其實不用講 就是我們的權王台積電 2330的台積電有沒有 當時我在400塊錢的時候 跟大家講說 這個位置你要買 你如果不買的話 未來你只能怎樣 追股票 你只能用追的方式 可是在400塊錢以下 當時大家都覺得說 台積電很爛 它未來會跌破哪裡又哪裡 可能未來你會看到 三開頭可能會看到二開頭 可是我講 我說就算它看到三開頭 看到二開頭又如何 重點還是於 它未來能不能讓你賺錢 對不對 這件事情最重要 你不要啊 我說我買在401塊錢的台積電有沒有 當時我就跟大家談嘛 我說台積電401塊錢超級低估 你這個低估的價位你不買 未來怎樣 你沒有機會啦 真的沒有機會啦 因為就算好 你說台積電後面有跌到370塊錢 那我問看大家 370塊錢你買的下手嗎 401塊錢你都不敢買的 你告訴我 300塊錢你敢買的 一定買不下去啊 對不對 那你就看著它 哎呀它又跌下來 又不敢買 不敢買現在又漲回來了 那如果說 你當時聽我的 你401塊錢買了又如何 它又跌到370 那不要賣就好了嘛對不對 那重點是我認為它會漲回來啊 原因在哪裡 理由很簡單啊 因為它叫做超級低估嘛 你把它整年的EPS算出來 你自然就會知道說 老師當時買的合不合理 那我也算出來 全年EPS大概32塊錢喔 那我最保守最保守 我用最最最最保守的方式 來去做評估 真的保守到一個爆炸啦 它今年預估EPS還是有30塊啦 這真的是很差很差的情況喔 那你說30塊錢的台積電 你光以20倍的本益比 去做一個比較 那你就知道 其實台積電值多少錢了嘛 那你401塊錢買 你不是減到便宜嗎 真的叫做減到飽呢 那真的抓到飽呢 那你買的這個價位 講實在的你也不用賣啦 你看看喔 那到現在為止 它已經漲到了 就算最近回檔 就漲到了503了 那你一張台積電喔 就一張台積電就好了 你就賺了100塊 一張剩10萬啊 那台積電你買個10張 你想想看 你光一檔台積電 你可以賺多少錢 所以我說買股票 你就是要買這樣啊 買在別人不敢買的時候 買在大家都在罵的時候 那你罵得越兇 那個股價越便宜 你就賺得越多 可是講實在的 你沒有我的口訊 你真的你敢買得到嗎 大跌的8% 你真的買台積電 你買得下去嗎 買不下手對不對 那為什麼買不下去 因為你沒有去算嘛 沒有去計算說 原來台積電 它的價值在哪裡 那大家只看著價格 沒有去看價值 就很像說 百貨公司跳樓大拍賣 結果你不敢下去買 LV的包包 你不敢去買Cucci的包包 那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他們漲回原價了 不好意思啊 又用原價來買了 那就沒有空間了嘛 所以我說台積電 就是台積電啊 那你把它整個未來 都搞得清楚 那你就知道說 其實最差的情況 就這樣了啦 最不要只有這樣而已嘛 所以我說 去年開始 台積電見到底之後 它會慢慢的好起來 當然台積電第一季的法說 會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它講了一件事情 上半年 它還是維持一個衰退 可是下半年 它會開始進行回升 那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代表說 老師所看的景氣方向 是沒有錯的 老師當時跟大家談說 2023年叫做景氣反轉的一年 對不對 台積電法說會之前 我就已經跟大家預告了 2023年叫做一個先摔 但是它會後勝的行情 所以第一季你不要太害怕 你未來會看到 哇很多的財報數字出來 真的爛到一個爆炸 插到一個受不了的情況 甚至你會嚇到 你會想說 哇台積電能摔退成這樣 哇連電怎麼摔成這樣 可是怎樣 股價它不會跌 這叫做利空不跌 它反而會大漲 它就會大漲了 所以呢 先摔後勝 步步高升 那你要買股票 你就是要買在恐慌的時候 你就是要買在利空滿滿的時候 你就是要買在別人不敢買的時候 當你敢這樣子做 當你有辦法做到這一點 我告訴你 你就成為市場一流的操盤手 你就會成為市場上面 長久以來的贏家 這也是2023年 我跟大家定調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看到利空 勇敢的買股票 強勢股要拉回 站在買方 當然你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你還是要找專業的人 來給你去做協助 那同樣的 有一些個股 我說台積電會上來 那不可能只有台積電一家而已 簡單來講 台積電 它今天能夠創造出 這麼強盛的帝國 它不是靠它一個人 為什麼三星的三奈米 跟台積電的三奈米比較 人家三星就比較早 為什麼台積電 它比較晚 可是它拿到的訂單比較多 最主要原因差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於良率的部分 在於材料的部分 我的材料用的跟三星不一樣 我的良率比三星還要來得更好 那當然訂單自然是我拿 我同樣的售價 我可以賣的比你貴 我賣的比三星貴 可是我的訂單比三星還多 這就是台積電一個很強大很強大的優勢 這就是為什麼巴菲特要買台積電的原因 那同樣的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台積電是一個人的 它不是只有靠它一個人辦得到 它有很多子子孫孫在幫它 比如像說我當時跟大家談 像華景電對不對 其實這家公司我也告訴大家 我也觀察了非常久的一段時間 那你這家公司突然之間出現了大量資金在買 金流比從450跳升到前80 周轉率也拉升到4% 這裡大量出來還帶了一個跳空缺口 那你跳空缺口 在缺口理論來講 它叫做什麼 它叫做突破缺口 我的橫盤整理突破上來 這個缺口就是一個強力的支撐 只要我的缺口不做回補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它自然很大 對不對 當時我就告訴大家說 這檔股票你要特別留意 台積電的供應鏈 那今天華景電一樣 缺口是不是沒有補起來 連續測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 今天第五天棒上去就漲停了 就直接漲停了 所以這就是大家忽略掉的股票 你不用去追前面一天 漲停版的標題 你要去找未來會漲停的補票 那我說為什麼我會看到華景電 這其實背後也有故事存在的 你講就我剛剛講的 台積電它為什麼良率 會比三星來的更高 因為它在每一台設備上面 它都加裝了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微污染防治設備 各位投資朋友 你可能沒有聽過 你可能聽過的叫做什麼 UV的機台 極子外光機 什麼DUV 或者是什麼 沉浸式設備對不對 但是你很少聽到 叫做微污染防治設備 因為這是裝在所謂的 先進製程裡面的 那我們都知道 當我的先進製程 越來越萎縮的時候 我只要一點點的微塵 它都會造成怎樣 它就很像說 那個彗星撞地球一樣 哇就是造成整個晶片損壞 那台積電呢 因為有這個微污染防治設備的關係 所以呢它的良率比別人高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什麼 台積電的秘密武器啊 所以為什麼滑井電可以吃台積電的訂單 因為我就是幫台積電代工做這個啊 那你未來包括台積電的三奈米 它要擴廠 裡面每一台機台都要裝這個 那你未來兩奈米要不要裝 你未來一奈米要不要裝 全部都要裝嘛 那對於它來講 它是不是台積電很重要很重要的架工 尤其是現在三奈米進入量產啊 那我進入量產 我的廠房全部都是新的 我的設備全部都要加裝 那自然對它來講 營收獲利就有貢獻了 所以我說這個股價 這個股價為什麼會出現缺口 這個缺口為什麼在台積電那樣 它三奈米落成的時候開始發生 因為準備要進機台的嘛 因為未來營收獲利要貢獻進來的嘛 那這些事情你如果沒有金流 你怎麼發現的到 如果你沒有發現 原來有人低檔偷買 原來金流比已經出現改變 那你一輩子你也找不到這種股票 所以我說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尤其是2023年 你千萬不要每次都是用那種 追股票的方式去買股票 因為兔年就很像兔子一樣 它跳動的很快 但是你要了解 任何一個股票 它要變成一檔標顧 都是從底部開始的 所以你要找到底部的標的 來去做佈局 當然這要有公式要有方法 那還用哪一些類似滑井店的標的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超級紅包大放送 一律三月起山匯集 一律三月起山匯集 機會能得 盡情把握 請問能得 盡情把握 刷三線 02752-5868-2752-5868 成龍骨 龔老師 祝您過年財源滾滾來 超級紅包大放送 一律三月起山匯集 一律三月起山匯集 機會能得 盡情把握 刷三線 02752-5868-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 股市夢想家的節目現場 我是孟成 那關於兔年 我覺得上半年會是一個 比較震盪的行情 但是下半年開始 它會展開一個 全面性的大反攻 所以指數跟個股之間 你要先把它區分出來看一下 比如像說 今天加權股價指數 只有漲多少 只有漲5點對不對 可是6788的滑井鏈 可以攻上亮燈漲停 那同樣的 這種漲停 它是從底部開始起來的 它不是說 我已經漲很多了 再給你亮燈 沒有 你要再找這種底部 可以上來的標的 這樣最好 因為你的風險最小 你未來的獲利 才會是最大的 所以從台積電 跟所謂的滑井電 我們可以延伸出來 我們可以再把它延伸更多 對不對 包括了很多的 像之前跟大家談過的中砂 你不要小看它 這個3奈米產品的出貨 未來它是 台積電最重要的一家供應商 做這個鑽石碟毯 以前鑽石碟毯 第一大的 叫做3M 可是到3奈米之後 這個第一大的位置 就被中砂給取代了 它被中砂取代了 所以台積電未來 最重要的製程是什麼 3奈米對不對 所以對中砂來講 3奈米就是一個 準備要進入大爆發式的時代了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段時間 骨架一直在洗盤 但洗盤不是壞事 你只要掌握每一次的 量縮底部形態 完成的位置 你下去做切入就好了 當我的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反轉的空間 它自然怎樣 它自然會無限大 所以我覺得年後你要觀察的 就是在這些所謂的 半導體設備 半導體材料方面 包括封裝測試裡面 像台新科 5奈米的封測技術 你能夠做到5奈米的封測 已經不簡單了 代表說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技術能力 才有辦法跟台積電配合 對不對 那你未來3奈米呢 是不是也一樣 那你5奈米現在是台積電 最大塊的一個營收了 那未來3奈米它再往上去做成長 訂單在下來的時候 對它來講它的獲利 是不是會持續往上去做躍升 所以我覺得像類似這樣的股票 股價都還在相對低檔區 那你這種相對低檔區 W底形態完成對不對 我的月線從下彎開始轉回上揚 金流比從400跳升到100 180的 那你開始有人偷偷買 當資金開始轉入的時候 底部形態完成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機會它自然回來 這都是很賺錢的公司 我一直跟他強調 我買的公司都要很賺錢 他們要賺錢 而且還會一直賺持續的賺 我覺得這個對它的股價來講 才有支撐的力道 那你剩下的只要把握一件事情 什麼時候有人偷買 然後呢 這個底部形態在哪裡 當你能夠買在底部的位階 你的風險最小 你未來的獲利自然會最大 所以有些個股比像說智源 我當時跟大家談 我說現在它未來會突破月線 那我突破月均線之後 我開始在月線附近做震盪整理 當我震盪整理完 均線開始從下彎轉回翻陽向上 它的機會就來了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 現在你是套在智源上面的 但我認為你在兔年之後 是非常有機會做解套的 因為你看哦 你的智源有沒有 現在已經怎樣 如我所預期回到月均線之上了 對不對 那你在月線之上 這個地方是不是開始進入整理 開始進入整理對不對 那我在整理的過程 它是不是走量縮 那我量縮底部形態完成 只要我這個缺口沒有去做回補的話 是不是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很大 那我一旦反轉上來 這裡有大量 那你大量量大高點 它不是最高點 所以未來會怎樣 它是有機會突破的 那智源也是半導體相關的IP 對不對 那你想哦 這些個股以它現在的位階來講 都不算太貴 都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甚至我當時跟大家談過的 像彩域的部分 車用感測元件 台積電的金基姆 那你現在呢 量縮回側底部形態完成 完成之後一根大量長紅突破 突破之後 亮燈漲停板創下新高對不對 那你創新高不要追啊 你要等它回來嘛 同樣的它最近也開始怎樣 回側回來啦 走量縮啦 那什麼都沒有改變嘛 過年前走量縮震盪很正常啊 那你只要一根長紅 再做突破就好了 那你的買點要在哪裡 你要買就買在這個地方 你要買就買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千萬不要等大漲的時候 再去追股票 你的風險會很大 因為就很像說 就像財域有沒有 這一根大漲出來 哇一天開高之後 就開始殺下來 殺下來之後 你連過高的機會都沒有 不過高就把你洗掉啊 它一定要把你洗掉 它才會上去嘛 這很正常 任何一檔股票都是這樣 那你就要了解每一檔股票 它的節奏 它的方法 所以我說選股是一回事 節奏的掌握也是一回事 那你在選擇股票的時候呢 你要選擇有標股基因的 包括周轉率 它要拉升起來 包括什麼 政府它要拉升起來 甚至卷資比跟族群性 有沒有出版 當你這些條件都完成了 它自然符合標股的基因 當然我不是說 每一檔符合基因的 符合條件的它都會 它都是標股 可是你可以發現 任何一檔標股 它都符合這個條件 比如像說 今天有一檔股票又大漲了 對不對 3693的銀邦 今天來到145塊錢 又創新高了 但是我在買的時候呢 有人告訴你 這檔股票會漲嗎 沒有呢 每一個都嘛 是等到大漲之後才告訴你 你看我買這支股票大漲啊 我這檔股票大漲啊 可是它拿不出來 抗訊給你看嘛 它拿不出來當時的走勢圖 甚至它的影片都沒有嘛 可是洪老師呢 洪老師在11月17號的時候 我就告訴你說 我買這支股票 當時我是蓋牌的 可是你用認真去猜 你一樣可以猜得出來啦 對不對 那我當時在買的時候 它也沒有漲啊 可是呢 因為我看到了金流拉升了 當我的周轉率拉升到了6%以上 金流又開始有人偷買 那就代表這支股票有人在偷走 有人在偷買的時候 強勢股拉回站在買方 買點在哪裡 指數下跌的時候 指數跌了54點買進去啊 那我買完沒有馬上漲 它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12月8號開始怎樣 展開反攻之旅 指數大跌了118點 亮燈漲停 指數漲了118點 它一樣漲停 指數再跌92點 它又漲停 這樣連續三天漲停板 但是你以為這三天就結束了嗎 沒有喔 它後面再來怎樣 又創新高有沒有 從它的這個位階點上面 從第一根漲停開始 原本落落的開始轉強了 轉強那時候還沒有人講 第二根漲停開始 有一堆專家在說了 到第三根漲停的時候 大家都開始股漲了對不對 第四天我們的股票不用漲停 我一樣賺漲停 第五天不用漲停 一樣賺漲停 那我當時跟大家談說 這個位階OK 五成可以先修卡 那賣掉我不是說我不看它啦 我說它的基因還是存在著 原本買它的人沒有離開 可是你要什麼時間點 再把它買回來嘛 對不對 我講了我會再買回來 我就是要再把它買回來啊 所以什麼位階點最好買 我昨天下去買的有沒有 我告訴大家什麼事情 我說這一根大量藏黑棒出來 原本前一天已經是漲停了 隔天開高出來隔日沖賣壓洗完了 洗完之後它反而沒有再跌了 那你震盪走量說 代表我的籌碼又變穩定了 那我籌碼穩定的時候 靠進去買進去啊 買在哪裡 買在128塊錢有沒有 當天又來到亮燈漲停有沒有 後面今天就創新高上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3693的銀方 從昨天這個位階點上面又買了 買了之後棒上來創新高了 那你128塊錢買的 你今天來到了145塊錢 也又賺了十幾塊錢的價差嘛 那前提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這個已經不是底部的位階了 我這個隨時 我隨時都會去做調節 我隨時都會獲利出場 所以你千萬不要因為看到這檔股票在漲 然後就跑去做嘴架 我已經提醒過大家囉 我先講在前面 所以這叫做標股基因的法則 當然你可以套用在其他的股票上面 包括了我今天跟大家聊的嘛 有一些個股其實我觀察了非常久的時間 但我為什麼不去追 我在等待機會 但是它的標股基因出來了 金流比從100跳升到前市 周轉率拉升到9% 量縮底部形態完成 當這個位階點上面 買點來的時候 向下空間有限 反轉的空間自然會出現 所以台股當中 未來2023年 是一個很跳動的一年 但是跳動不是不好 是有很多好的機會 在等待你去做一個切入 那你一定要掌握好公式跟方法 認同我們操作的也歡迎你 現在有一個超級大紅包 你不管任何一個時間點 你加入我們 一律三月開始起算會期 所以盡情把握這個最大的一個紅包行情 感謝大家記得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是的 可以